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别跟我说什么官方的周边设定和什么游戏的设定期 老子不看 我他妈玩个游戏你还让我滚去看这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吗 让我们回归本次的主题来聊聊和另外一个使徒有关的地方 天空之城的副本和相关任务吧 对于从DNF公测之初就开始玩了老玩家而言 天空之城这个地方肯定很熟悉 游戏在刚开始还有一个玩NPC的语音的梗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视频 因为年代久远 视频的名称和作者我都已经忘记了 唯一记得的就是玩语音梗的内容 作者设定了一个任务 任务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告诉你天空之城怎么走的NPC 很显然游戏里的NPC语音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在向其咨询天空之城怎么走时 经常会出现很戏剧性的效果 比如说风会直进你前进的方向之类的 对于大转一之后再入坑的玩家 想必对于天空之城的了解就不是很多了 仅仅只是从绝望冰崖和冰霞阿拉德之中了解一点皮包而已 不过这并没有关系 因为本期的视频会为那些不了解天空之城的玩家 解释一下天空之城的副本设定和相关的任务 当然了本期的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要说说的是天空之城的主线任务以及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 天空之城在A1版本中出现的原因不明 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因为格兰之森的大火才重新显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 在剧情里暴龙王封锁了天界之后 天空之城作为通往天界道路的桥梁就被封锁了 即便是击败光之城主也无法突破魔力封锁到到达天界 最初的天空之城的副本分配和我们后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它分为亚蒙下层 亚蒙上层 十具人塔层 天空之海 前海 以及天空之海 深海 在老版本中有一把武器叫做空谷鱼聚棒 这个武器出自天空之海的特有生物空谷鱼 鱼的整体外形就是一副骨架 而且这个鱼有个特性 它会吃掉你身上的所有buff 这个怪物是整个游戏历史当中第一个能够清掉你身上buff的怪物 所以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鱼的印象就特别深 不过在改版之后这个鱼就从正规副本里消失了 转而移动到了死神的迷惘之塔之中 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空之城 则是龙人之塔 人物玄关 十具人塔 暗黑玄牢 以及最后的城主宫殿 可以看出最初的副本设定被NX给废掉了 被废掉的原因不得而知 而伴随天空之城改版而来的 则是魔法师的思魅 魔道学者的到来 为什么这个最初的副本被废掉了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最初史的副本设定并不适合后续的故事的延展 又或者说当时NX已经想到了之后的天界剧情和异界的相关事项 所以就做出了这一次的副本改版 这次的改版可以说是挺成功的 至少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因为这一连串的副本给游戏的节奏和剧情方面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然了仅仅只是副本设置的好而已 和副本相关的任务方面却是让人唏嘘 剧情方面并没有着手让玩家去挖修了这些副本背后的故事 而是采用了简单的带过形式 比如说罗里安的事件中西海岸魔法师工会的首席毕业生 罗里安去寻找自己的宠物时被龙人抓住关了起来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首席毕业生被区区几个龙人给抓住了 根据某个介绍罗里安的视频推测 他可能是为了吸引卡坤的注意 毕竟很久以前的某个支线任务 卡坤委托我们收集萨利亚喜欢的东西 通过的途径就是罗里安 而那时候的罗里安给出的 却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列表 或许他内心希望的是 那个送礼物的对象是自己吧 然而这个事件和天空之城本身是没有任何方面的联系的 还有就是GSD鬼手的感应系列任务 有一天GSD对我们说 他的鬼手突然骚动了起来 然后就开始让我们去屠杀龙人 不仅如此 还要求我们挖了他的眼睛 杀也杀了眼也挖了 这事总该完事了吧 不 并没有 我们的GSD显然是闲的话 完了之后竟然要求亲自去看一看 并要求我们带路 说实话这个任务很良心 各种意义上的良心 毕竟在那个版本有一个能无限全屏兵刃波动剑的刷头机器 带你过还不是很舒服的 然而这个鬼手和天空之城又有什么关系 明显就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 因此这个任务也是设置的毫无意义 完全就是GSD在后节待久了 没事做搞这么一出气 说了这么多 也只是介绍了一下前几个副本的主线任务而已 也没有说为什么天空之城会突然大改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改版呢 让我们从改版后的副本内容来 仔细研究一下这次改版的意义在哪 在最初的副本设定中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 天空之城的制作组 是严格按照天空之城的外形进行副本设定的 亚蒙上下层 深入了大海之后的浅海深海 这个设计无疑是突出了天空之城作为一个通天塔的形象 然而却并没有体现一个作为城的感觉 它仅仅是一座塔而已 一个通道 并没有给人一座城的感觉 同时 这样的设定也没有办法体现出和暴龙王之间的关联 甚至连任务设置都很难有什么大的关联 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改版 龙人之塔作为天空之城的第一个副本 最容易让人产生遐想 这个副本直接挑明了 整个天空之城与巴卡尔之间的关系 作为天空之城的守门人 当然必须得是同样是巴卡尔心性的龙族了 而第二个副本人物宣观 则类似于巴卡尔管家一般的存在 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天空之城的管家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称之为城 那么城内有管家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第三层的十巨人塔 则就类似于城内的自动对敌和防御机制了 可以简单的理解 机关陷阱一般的存在 毕竟在十巨人塔之中 我们还看见了会旋转的刀片式机关 对吧 而在网上的暗黑玄狼 则是巴卡尔用于征战天界的剑律军 而作为天空之城的守卫军 同样也称得上是万无一失了 而最后的城主宫殿当中 还有巴卡尔亲自制造的魔法生命 不死的生命 光之城主 塞格哈特 可以说 在改版之后 整个天空之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天空之城的感觉 而不仅仅只是一座通往天界的高塔 天空之城的副本重新设定 更好地结合了游戏的整体背景设置 也为之后天界的历史做出了一个解释 而这次的副本改动加强了天界与阿拉德之间的关联性 也更好地印证了是巴卡尔占领天界之后 才将天空之城封印起来的 这一次的改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库垫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尽善尽美的尝试 然而就是这么一手好拍 却被他们自己给玩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留到下一期 再来说说天空之城的设定bug 以及那些我还没有提到的主线任务吧 继继统